在最近结束的巴黎奥运会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中 张宇飞非常的遗憾没有夺得金牌 最终输给了两位美国选手 在本场比赛结束之后 张宇飞非常的大度祝福了美国队的两位选手 并且表示自己压力有些大 很遗憾没有发挥好 但与此同时 他也期待在以后的比赛中 自己调整好状态 努力打败对手 站上最高领奖台 尽管张宇飞非常的大度 也没有任何指责对手的话语 但是说实话 我们很多中国网友都非常的清楚 包括张宇飞在内的多位中国游泳队的选手 在最近这一段备战奥运会的 在最近备战奥运会期间 其实承受了很多压力 也面临着非常多的指责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发挥 在本场比赛结束过后 又有媒体人再度翻出了去年世界各国游泳运动员 接受药物检查的数据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 张宇飞他们确实是被针对 这一次我们丢掉金牌 和这一些药物检查有很大的关系 首先大家知道 在之前公布的药物检查数据中 张宇飞是在2023年 总共接受了长达43次的检查 另外一方面 我们中国游泳队的一哥秦海洋 更是接受了46次的检测 本身如果国际药检机构一视同仁 那我们也可以接受 但是对比之下 其实大家可以发现 不管是澳大利亚 还是美国队的这些选手 他们在一年之内接受了药物检查次数 其实是非常少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份详细的表格 其中美国队居然有三位选手是免检的 在一年之内 他们检查的次数居然是零次 这确实让大家觉得意想不到 与此同时也完全想不通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不一样的对待 另外一方面 值得关注的是 在此次打败张宇飞 夺得蝶泳100米决赛冠亚军的两位选手 其中冠军胡斯克在过去一年 只接受了十次的检测 而亚军沃尔什甚至一次检测都没有 同样的是 在美国队的免检名单当中 这不免让我们很多人产生疑问 凭什么美国队的选手就可以例外 为什么他们一次检测都没有 针对这个问题 有媒体人解释 美国对有些选手是有哮喘的病史 所以国际机构是赋予了他们一年免检的权利 与此同时也被允许服用一定的药物 当然目前我们暂时不确定 这个说法到底是真是假 如果是真的话 实际上对于中国队在内的多位世界选手 其实是非常不公平的 如果要进行药物检查 就应该一视同仁 否则对于张雨菲这些努力付出的选手来说 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